大家好,我是小妈 馅饼好吃,肉馅是关键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超大版本的牛肉粉条馅饼 准备600克的面粉,加一勺盐 先给它搅拌均匀 加入100毫升的开水烫面 再加入200毫升的冷水 搅拌成面絮状 再加一点点食用油 给它揉成偏软一点的面团 今天我们揉的面团只够做两个馅饼哦 表面抹上一点油 盖上,饧三十分钟 准备800克牛肉 300克的五花肉 牛肉去筋以后切成小块 五花肉去皮,同样切成小块 加入五花肉是为了让口感更加油润好吃 放进绞肉筋里面,搅成碎末 大概10秒钟,还带有一些颗粒 放进碗中 加盐,胡椒粉,五香粉,味精,酱油,料酒 多来一点蚝油 抓捏均匀,往一个方向搅打上进 大概两分钟 最后加一点食用油 封住水分 放一旁备用 准备红薯粉条一把 放开始锅里面 煮五到六分钟 变软,没有白芯 一捏就碎就可以出锅 加一点食用油 酱油 抓捏均匀 再给它剁碎 喜欢吃粉条可以多放一点 放进牛肉馅里面 再切两个大葱白 剁碎 加进去 翻拌均匀 这样调配出来的牛肉馅料超级好吃 不妨一试哦 面团松脆好后一分为二 用手掌推压开 形成这种一边煎一边厚的状态 倒三角 再放入肉馅 一个饼可以足足包两斤馅料 压紧实 不平整 从短的一边卷起来 收口捏合 避免漏馅 光滑的一面朝上 再轻轻推开 表面变薄以后就可以了 用热电饼趁放油 选择馅饼的模式 放进去以后 表面刷一点油锁住水分 盖上 烙七八分钟 表面定型以后翻面 这个饼比较厚 要烙的时间也比较长 大概是二十分钟 中途我们要翻面 大概是三到四次 直到中间鼓起来 基本上就已经熟透了 出锅 超大版本的牛肉馅饼 就做好了 切开看一下 中间满满的都是馅料 真的做到了皮薄馅多 粉条肉馅又有嚼劲 又鲜嫩 搭配了酥脆的外皮 一口下气 真的是超级满足 有没有想吃的呢 想吃 可以先松软起来 试一下哦 我先开吃啦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哦 我是夏妈 我们下期再见